來 這是海星 晚起庫館來到潮間帶尋寶 這是小琉球熱門行程 更別說玩水看海龜 週末連假常常萬人登島 人潮多生態難維持 屏東縣府終於宣布 七月一號開始 三個列館的潮間帶 向每個遊客收海洋寶 預費六十元 我小時候是那邊出生的 做個一試一試就好了 看是十塊還是三十塊就好了 收到六十塊太貴了 我是覺得還好啦 因為海湯還是必須要有人維護 不然有海灘垃圾什麼 其實大老遠從到那邊的話 整個景觀也不美觀 就很掃興 看來有的民眾 還是需要一點適應其 屏東縣府公告 杜仔坪 山府 漁 城委 三個潮間帶列為保育示範區 除了要有專業導覽人員陪同 七月開始也要繳交六十元的 海洋保育費 並且會將資源 挹注地方共同推廣生態保育工作 iPhone的收票系統 來做購票的動作 那票券的部分適用到今年底的 十一月三十日都可以使用 在山府 漁城衛以及杜仔坪的潮間帶 可以擇一使用 除了收保育費 近年小琉球的海域 珊瑚覆蓋率衰退 車取備跟珊瑚也被列入保育物種 這三區的潮間帶也劃設核心區 禁止所有人員進入 希望小琉球發展觀光跟保育生態兩不務 三列新聞 朱俊傑 慧山 評論我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